現在這個階段就是日本刀最一開始的階段 鍛造 從最一開始的浴缸 然後它把浴缸打成小的扁塊以後 把它敲碎 把它疊在一起 因為它都是小碎片 不可能這樣子就變成一把刀 所以它把它加熱到半融化的狀態 讓這些小碎片都可以黏在一起 必須反覆一直折疊 折疊到它的雜質完全清除掉 鍛造完以後然後經過退火把它硬力消除掉以後就可以先粗膜 粗膜主要就是把它表面的這個氧化皮給打掉 因為如果這個氧化皮不把它全部磨掉的話 最後去那個熱處理脆火的時候它會有影響 好現在這個就是在塗它的那個韌塗 韌塗跟背塗是分兩種不一樣的 背面的這個塗料是保溫性能更好 所以它降溫會更慢一點 那它韌的這個塗料就是降溫會比較快一些 而且再加上它又塗得很薄 所以它降溫就更快了 釘子韌紋的一個最後的步驟 就是加入這些韌塗的細條 然後讓它可以在熱處理完以後 它的那個釘子前面塗出來的部分可以比較明顯 日本刀其實它跟其他刀劍最大不同之處 就是在於說它的熱處理是局部熱處理 如果說你整個鋼進去水裡的話 那它整個硬度都會提升 那它等於把刀背給包住的話 它可以在同樣的鋼材上面 同時產生出兩種不同的硬度 那刀刃硬度很高就是用來切穴 那刀背硬度稍微低一些 但是彈性比較好 這樣砍的話就不會斷 這是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韌群 就是你重新把它真正的韌紋給磨出來 你看我不要這樣 我會喜歡你 跟你們說你會? 但是我會喜歡我 說就是你過得到的 你沒有你的油 但我會不會在一起 用來切磨出來 你不會去清潔 你要粉絲 還是應該去哪裡 你不會這樣